編譯 FOX 報告 耶律君 第六集 角色演繹之詞 細劉女 細蚊 菲菲 阿芬 鴨仔 阿剛 紅米 上次講到 我打算和梁逸物用新方法再次探索涌道 但是這個時候 幾個人耳口同聲地說了一句 等我去 黑暗之中 我憑著聲音努力地辨認了一下 是賀允開和卡小歐 演員還有那個內向的郭永華 賀允開說 這個是我們大家的事 反正以後每個小時都要派人出去探路 不可能永遠叫你和梁老師去的 郭永華跟著說 是呀 就讓我和鴻雲去吧 或者 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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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跟不跟我們 一起 去 去啊 說到第二句 郭永華又可以留口了 我偷笑 心想郭永華現在一定面都紅了 這條英俊 平時密密實實 現在居然還有膽溝女仔 不過話說回頭 現在這種情況 都是一個只要堅實可靠肩膊的最佳時機 當然啦 現在一切皆以出道去為先 否則大家一獲熟 再硬的肩膊 都要變脆骨啦 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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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一起去 我們兩個配合 應該會默契一點 卡小歐說得很有說服力 靠在他身邊的廢情 輕輕的呜一聲 都表示同意 好了 你們小心點 兩英物也都同意 我提醒他們 保持背靠背的姿勢入擁道 從現在起 要集中精神 盡量不要讓其他東西分散你們的注意力 還有 注意看著電筒照出去的光柱 看真的 有沒有扭曲的跡象 準備好之後 卡小歐和廢情 拿著電筒 背靠背 小心地進入擁道 其他人走回去生活圈 所有人都盯緊擁道 就算是黑到什麼都看不到 大家都還是等著消息 白骨洞又進入了直靜 靜到連心跳聲都聽得到 過了將近20分鐘 見到擁道口亮起微弱的光線 我的心 又一下子遮光 過了幾分鐘 卡小歐和廢情 背靠著背 從擁道慢慢地走出來 卡小歐和廢情戚電筒之前 我看到他們兩個的臉色都很差 沒發現 什麼異常都看不到 而且 卡小歐和廢情一眼 問對方 而且我覺得 這三條容度都差不多 你呢 廢情就說 對啊 所有的容度都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 怎麼會的 真的是一模一樣 我已經很努力地記住 有一條容度的特徵 好像 左手邊 會有三個凹凸 頭頂 有一塊三個人的硬石 右邊石壁五步位置 還有凸起一塊三公分高的圓石 但當我去到第二條容度的時候 這些特徵 已經跟第一條的一樣 第三段也是 好像是一個帽子蓋出來 大家一陣騷動 竟然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真是 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又太完美了 簡直是 無懈可擊 梁英華說 我們分析一下 首先 這個湧動對人的影響力 至少從湧動入口就已經開始 甚至不排除我們現在 處身的這個動 都會受到影響的可能 其次 這種影響對多人同步 並且不會中途中斷 第三 這種影響力非常強大 強大到普通人就算全神貫注 亦無法避免 並且初步看來 就連細緻部分 都沒有遺留 梁英華最後總結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想多一個法子 一個新的詞人點 學生由開展新一輪的討論 但我的心頭 他一點都不樂觀 梁英華似乎發現了我的情緒有點低沉 走到我身邊就說 怎樣啊? 我就說 連細節也做得這麼好 我擔心很難找到突破的方法 梁英華很堅定地說 不 我不是這麼想 無論用什麼法子 如果造成的幻象和自然狀態相近 或者沒有明顯的邏輯衝突 那就非常難解 但現在 我們面對的狀態太離奇 過度的離奇 其中必有破綻可塵 梁英文的一番話 又激起了我的鬥志 我忽然想 如果有炸陽 減山地炸他一旺 說不定 就破了陣灰 不過萬一 站在座山 最終一樣 不會一無熟 我打開自己的旅行包 抄下還有沒有什麼有用的工具 在袋底摸來摸去 就只是摸到一大段登山繩 這段繩 逐逐有一百米長 足夠調起兩百公斤的重量 不過現在這樣的情況 用來吊頸都嫌他長 等等 一百米長的繩 我一扔手掌 起上心頭 就說 我有辦法 所有的學生一下子為了個禮 我將登山繩拿出來 用繩 繩 梁英偉一拍大鼻 好 其他人好像還未明白 我就解釋話了 如果一個人 拿著繩的一頭 另一個人拿著繩 向擁渡入面走 只要試著保持著拉繩 那就是說 你自己並沒有走回頭路 一直到三段擁渡都走 那就什麼妖法都破了 此話一出 大家就立刻歡呼起來了 就這麼簡單的一條繩子 很有可能就破到這個陣 回頭想 如果劇在報鎮人的立場 我看他有什麼辦法 可以碰我這個拉繩繩向前走的大法 我拉高三袖的話 我想出來的計劇 我自己來 你們一個一個都不要跟我爭 不過最後 算下來 整段擁渡應該有250米左右 我這100米的登山繩 還遠遠不夠長 好在 兩英物和何韻開各大了一條50米長的繩 還有近10條 加起來不到20米各種各樣的繩 全部連起來 都還差30多米 兩英物當機立場的話 插袋 我 梁英物 劉文永 卡少歐 何韻開 趙剛 黃芳縣 林石鵬 郭榮華 九個男人的袋 用剪刀剪開來 駁起來 終於完成了一條 約長300米的 白色繩 比原先估計 還長了50多米 都足夠留有餘地 我們做了簡單的測試 比材質覺義的百家繩 強度不成問題 如果我的助手是梁英物 他在勇道的入口處 握著繩 我握著繩的最前端 向勇道入面走 每走一步 梁英物鬆一段繩 透過繩 從梁英物那邊傳過來的力量 今次我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有信心 今晚我沒有帶電筒 前幾次的經歷證明 電筒沒有什麼作用 有手上的繩就已經足夠了 到了第1個彎 轉過去走幾步 繩緊貼著轉角的石壁 略略增加一些磨擦 產生的阻力 我有點擔心 條繩會不會被轉角位的粗糙石壁磨斷 稍微放鬆左手上的拉力 梁英物那一頭 立刻感覺到 他連拉了三下繩 我又會不會拉了幾下 已是並沒有異常 當然我可以放聲大叫 他也應該聽得到 不過在這種地方 我是不想做些嚇死自己人的事 說不清是興奮 還是恐慌 向前走一步 我的心跳就會快一點 總之我可以感覺到 繩 由始至終是繃緊的 也就是說 我並沒有走回頭路 到了第2個轉角 如果轉過去 向前走 條繩依然繃緊住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 想到這裡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 平復了一下心情 扯著繩的右手 塗滿了汗 已經濕納納了 轉過去之後 繩緊緊的貼著石壁 轉過第2個彎 我完全可以聽到 繩和石壁 拆出的沙沙聲 幾乎是下意識的 我加快了腳步 另一頭的梁英文 用了幾秒鐘 才適應到 我速度的變化 不過我猜 他的臉 一定露出笑容 因為 我 就要走出去了 就快接近第3段擁渡 前面 隱然有光啊 拉直條繩向前走的大發 果然是無敵的 啊 眼看著就要脫困 我實在太興奮了 直到快走出去的時候 我才意識到 腳底的爐 依然是這麼平坦 可能這條 並不是一條出去的爐 但無論如何 總算是一個進展 總被困在這個白骨洞 要好得多 還有20步 15步 10 9 8 7 我逼不及待感 幾乎要向前衝 對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 應該有的小心和謹慎 我全部忘記了 通常情況下 我是不會那麼魯莽的 但是之前在白骨洞那幾十個小時的幽閉黑暗 事實上 已經令我失去了平常心 現在難道還會碰到 比之戰更加差的情況嗎 現在我終於知道 什麼叫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就在還有4、5步就可以走出擁道的時候 我好像被雷劈中一樣 整個人都動著 我已經可以意氣看到前面的情形 我絕對想都沒想過的 我下意識地用力拉住手上條繩 這條繩從我入洞開始直到現在 都是一直繃緊拉住 但是 站在前面不遠處的地方 不是兩英物他們 又會是誰啊 最後這幾步路 我每走一步 都是個無比艱難 盧雲手上的電筒光線 可以照到梁英文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 表情激進的梁英文 是怎樣配合我的腳步 外製地一點點放出手上的繩索 走到擁道口的時候 每個人都被那股難以言說的妖兒震住 有人抹大嘴 有人咬住嘴唇 但是沒有人發出聲 我慢慢領過頭 沒錯 電筒光線的照射下 兩條繩索 一條一頭握在梁英文的手上 另一條一頭握在我的手上 分別貼在擁道城壁的兩邊 繃到直一直 直通向擁道入面 無邊的黑暗之中 繩索是一直這樣繃著的 沒有鬆過的 所以我可以肯定 我是沒有走過回頭路 但是 我還是走了回來 而這條繩 還是繃著 以一種想像不到 解釋不到的方式 緊緊地繃著 這個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最最基本的物理學上色 是你一刻 被完全顛覆了 我暂時感到自己很無力 怎麼辦 膽最大的豪雲開 一下子好像小孩 無助地聞到 兩英物 喉嚨很乾澀地說 進去 進去看看 學生都被嚇責了 所以沒有人跟我和兩英物 搶著要再入湧道 一探究竟 而我呢 心裡面也有想逃跑的臉頭 但僅存的理智 叫我不可以被同樣驚恐的 梁英物 一告一進入湧道 我和梁英物 慢慢地向前走 同時 一把一把拉收起條繩 我完全集中在注意力 等一會 是不知道會見到些什麼 發生什麼事 金運 一定是誤尋常 雖然我還是未走出湧道 但是 藉著以崩直狀態 鬼而接反的乘梭 這個 一直蠶出一絲異重的湧道 終於要現形 細想就知道 繩一共也就300米長 而湧道的總長是200米以上 靈繩發生截回的重態那個點 一定在第二段湧道裡面 當然啦 這個是基於常理 裝出的推測 或者 在繩鎖住空間裡面 繩是根本沒有截回過的 的確是崩繩一條直線 也說不定的 果然 第一段湧道 並沒有發現 兩段繩索 沿著石壁 轉過了彎道 又一個違背上色的情況出現 我拉著的繩 是貼著內側的石壁 轉過沒錯 但是兩英文拉著的另一邊 竟然也是沿著另一邊的 外側的石壁 跟著轉彎 我已經未來得及想 到底是怎樣的力量 令那條繩 可以好像被隱形釘釘著 來轉彎 因為 一轉過第二個彎口 遮著電筒的微光 我突然見到 繩索的盡頭 從轉過第二個彎開始 成縮的狀態 就跟第一段湧道那裏 是不同的 偏離了兩邊的石壁 開始向中間收攏 以成縮盡頭的情形 一時間很難用言語來描述 強硬要講的話 就好像在地下 立起一個莊 兩個人 角執著繩的一頭 將繩繞到莊上 再向反方向跑 跑到繩一半長度的時候 就會被莊拔住 沒辦法再向前拉 而這條繩 在莊的位置 就會截成一個銳角 我跟梁英文 就可被拉著繩 向反方向跑的兩個人 區別在於 遮著手電的光線 會用盡力去望 亦望不見 那個應該立在地上 爛著繩的那個莊 換言之 在前面十幾二十米的地方 有一個模型的莊 或者說 是有一隻模型的手 緊緊地拉著繩索 現在出現在眼前的 是一條繩索 靈胸 設成了一個 較少的銳角 銳角的角尖部分 來地面一米幾 定在半空之中 我試一下用力拉 浴到浴不到 兩英文看了我一眼 他的鼻尖 早就已經滲滿了汗 誰 誰在 在這裡 施啞干劫的響聲 在湧道裡面 迴響 我和兩英文 吐著大氣 全身戒備 那股靈繩索 懸空的力量 就在前面 隱身在石壁那裡 甚至 在空氣之中 兩英文的文化 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 半空中的繩索 也絲毫沒有鬆動的跡象 我慢慢地向前走一步 再走一步 到了這樣的程度 如果有危險 轉身逃走 可能會死得更快 當我和梁英文 走到離目標 還有五步距離的時候 那股緊緊捉著繩索的力量 突然 毫無先兆地 消失了 繩一下子跌了落地 操守不甲之下 我們兩個人 收拾不住 等了幾步 差點又要跌到落地 我扶著整筆棋 想走上去 兩英文這個時候 和我心靈相通 但是又被一個反應快 他拿著繩子再向前拋 連拋了幾次 都毫無異常 可以輕易地收回來 好像那股力量 感染了 毫不客氣地 扔下了我們 神秘地消失了 我和梁英文撞著膽 走到剛才 繩索跌落的地方 在周圍來回地走幾步 用電筒 細緻地地毯色搜索 什麼都沒有發現 如果按照我的理論 在這裡 就是關鍵的那一點 但是 無論我看著梁英文 在這一點 走來走去 還是梁英文反過來看我 都沒有任何被傳送 或者被反射的跡象 好啦 發現到新狀況 但對我們的處境 他一點幫助都沒有 反而令事件 更加朴素迷利 我和梁英文 只好再向前走 轉個彎 很快 又回到了白骨洞 我們對學生 說回剛才在擁道裡面 發生的異掌 每個人都神情愛仔 梁英文嘆了口氣 先休息一下 再想辦法 坐下來 飢餓感一下 只是湧上來 我摸了摸袋裡面的 壓熟餅光 強自忍住 定下心神 我開始分析 剛才鬼異現象背後的事物 我相信 無論正確是 我和梁英文同時產生的幻覺 看到醒停在半空 還是真有其事 這段湧道已經證明到 他不單止只有迷惑人的能力 而且 是有真正的力量 這個力量 從我回到白骨洞口 和梁英文兩個人發現不對勞開始 一直到我們再次回到第二段湧道 看到半空中的繩索為止 都被我和梁英文清楚地感覺到 我們兩個男人一起發力 總有八幾斤的力 居然可以令繩動到不動 這種力量 恐怕剛才只是冰山一角 而這種力量 除了拉住繩之外 還會做些什麼呢 是不是只存在在擁道裏面呢 還是一樣 可以衍生到這裏 白骨洞呢 沒有人知道 更要命的是 原先繩只是在我和梁英文雙方力量的作用下崩直 那你以為第三方的力量 是什麼時候介入的呢 我們兩個竟然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把我自己的猜想 說了給梁英文 他又沉默不語 反而旁邊的盧雲 就提出一個完全相反的說法 不一定存在拉住繩的力量 或者 如果那段湧道 能夠影響人的視覺 觸覺 那是不是 也有可能影響到其他更多的感覺呢 盧雲此話一出 黑暗之中 即刻傳來了道級良氣的聲 天啊 他的意思是 很可能我和梁英文體結的兩條崩直的繩 用力拉 怎麼拉都拉不動 這些可能全部都是錯覺 如果真是這樣 我們對自己連最後的信賴都不復存在 最可怕的是 這樣的觀點 的確是有現實的可能性 我們所有人 很可能在這裡的一舉一動 都不是完全受自己的控制 如果我看見自己舉起手 但其實是錯覺來的 如果我認為我自己在這裡拼命跑 但其實根本一步都沒有移動過 甚至我伸手去觸一觸眼 但可能 其實我正在這裡用手去畫自己的眼珠 我已經沒有辦法再想像下去了 就在我的腦 就快要想到頭都爆的時候 梁英文低沉的聲音 又適時地 響起 露雲所說的這種可能性 是不存在的 在我們想辦法出去的時候 沒有必要將這個可能計算在內 為什麼 不單止是我 其他人都一起去問梁英文 梁英文並沒有馬上回答 黑暗之中 根本沒有人知道 他到底在想什麼 就在這個時候 露雲忽然笑了起來 怪聲怪氣地說 因為 如果真是像我說的那樣 那我們 誰都不用只意 上嘮嘮嘮地出道去 露雲的聲音聽上去有點不一樣 我已經很久沒看到其他人的笑容 他的側面 被越來越弱的電筒光照著 嘴角 和面上的肌肉皮膚 變成一個笑的模樣 給人一種 很怪異的感覺 好啦 那究竟露雲 在這個時候為什麼會笑呢 是不是那股力量在這裡作水呢 那究竟那股力量 又是什麼呢 敬請關注 拿多靈異手記系列之 空心人 第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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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看到注 structural